陛下 胸是五云张太一之后 就是用此绳 做出了张太一自尽的模样 而后用凳子 斜立于四折脚下 在凳子着地处 织上一只毛笔 使凳子 刚刚好不会倒下 但一有人推门 细竿击中毛笔 凳子失文倒地 毛笔滚至一旁 尸体 钓鱼悬梁晃动 快救人哪 这便是二位医官 当时看到的场景 你既已知 凶手是如何行凶的 可也知道 这凶手是何人了 凶手煞费苦心设下此局 但此局 有一致命的缺点 就是凶手在布置完机关之后 只能翻窗离开现场 而那晚 凶手翻窗逃离现场时 匆忙之间 被窗上的一根木刺 勾下了身上的一根丝线 这丝线 正是来自宦官衣服的内衬 孙公公 当晚太医署进出记录上 有你的名字 时辰也与张太医出事的时辰 相吻合 陛下 凶手 正是此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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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